我的心靈像當天 當地上心的鏘嘴 影響都未過 無情來創意 接下來節目一個開始 先來欣賞 彭正蘇豆蘭新歌 心唱當天 詞曲 李宗盛 天涯的風 吹過心肝像沾衣 想去 兩天的甜蜜 想像沾衣的安眠 有你會去 心 心的轉弄是你 我會心靈像當天 當地上心的鏘嘴 影響都未過 無情來創意 我會心靈像當天 心來創意的都是你 回起人的夜 就空在心上邊 我會心靈像當天 當地上心的鏘嘴 當地上心的鏘嘴 影響都未過 無情來創意 我會心靈像當天 我會心靈像當天 想來創意的都是你 回起人的夜 就空在心上邊 回起人的夜 就空在心上邊 尊重新能 癡 Gü 美人節 謝謝 十年喔 您是十年出一張讚喜 謝謝 不是 我出道大概才四年而已 十年主要是在說 就是這張專輯講的概念是 分三個十年 就是我在發行專輯 才能成為歌手之前的十年 第一個十年比較坎坷 因為我有經歷過燒燙商 還有就是曾經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初戀跟談過感情 可是我就是曾經談過一段 八年的感情的初戀被劈腿 對 就是以前就是工作起起伏伏 所以就是前面那個十年比較坎坷 對 那第二個十年就是在說 現在現階段就是在庭允 實施 比賽 還有實施 現在現階段有一個美滿的家庭 還有兩個小孩子 非常現階段的 很幸福的美滿的現階段 那第三個十年就是 期許我未來 可以走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這樣一個對自己一個期望 人生是這樣子 這講起來好像在繞口令 你必須 對 可以朝未來 然後往前走 對 我們都以為往前走 就是我們面對未來 然後這樣往前走 其實我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麼 所以我們只能背對過去 看過去的路是這樣走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往前這樣子 就有點反思 是 其實那個 因為 因為過去的路你清楚你走過什麼 對 未來的路你還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就避免過去有走錯的 不要再犯了 對 對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十年其實是 讓人這樣很沉沉的時刻 是啊 但是我說真的 我這張專輯 我是 冒著生命危險 才發出這張專輯的 喔 真的 他會說得這麼長 真的 今天叫風車叫一下 叫風車叫 因為 因為我要說一下 這個小小的故事 這張專輯呢 亭雲也有貢獻喔 喔 他貢獻就真的 我們公司就是 都會希望說 我們自己都會希望有自己的創作歌曲 剛剛有講到說 前面第一個十年 有被一個八年女優劈腿 公司就說 欸 這個good idea不錯 你就寫自己的這個peter的故事 就是要在你的傷口撒鹽啊 很有感情 很有感覺 你自己穿起來 一定很有灰的啦 很有feeling就對了 結果我就寫 在家裡寫 喔 四眉三眉一直寫不出來 聽他們就看這樣 整個油頭的臉就說 你到底是在 臉臭臭是在臉臭臭 我說 公司就那個 房間那個故事啊 就是我有跟他講 大概那個故事 他一般女朋友 或者是老婆 一般都只知道粗略的大概 對 不會講聽到細節 你不可能跟他講detail 對 不可能 不是找事啊 對不對 對 對啊 你找事啊 你要怎麼說 結果他就跟我說 我看你這個傢伙 但你也寫不出來 你直接跟我說 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哇 一有一時都要跟我講 你不能有任何常識喔 這個時候我又警惕 但是後面講一句 我整個洩訪了 他說 因為我才能寫出完全貼合你的故事 我說 對耶 他這樣說也不對 八年的故事 我濃縮成三個小時 我跟他講完 他沒到半點已經寫出來 這是我認識的那個 郭婷筠寫出來的詞啊 那半小時他是專業的音樂人 過個半小時就不是了 不過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的後座力 不是這個時候發生的 對 他有一點潛伏期 是 他可能是宣傳期跑完之後 你就改戲了 坦白講 沒有你的過去怎麼會有今天的你 對啊 如果沒有過去那個女生的放手 我怎麼會遇到婷筠 他如果沒有高抬貴手 今天怎麼會有 對不對 這樣想就好了 對 我希望你這張專輯 可以有很好的成績 加油 謝謝美麗姐 謝謝志豪哥 謝謝昌憲哥 謝謝 謝謝